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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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我是JESSICA 歡迎收看今天的JESS KITCHEN 今天我們要來做的是 雞胸肉飯 花椰菜炒飯 什麼意思呢 因為傳統炒飯我們都很愛吃 但是又很怕炒飯太油膩 肌膽很大 今天我們要用白花椰菜 來做一道防飯 讓我們吃的美味又健康 今天我們要用的食材是 甜椒 還有冷凍的這些蔬菜 讓我們很輕鬆的就可以做 蔬食的料理 我們有準備的是 墨西哥的TACO粉 小番茄 青雞湯 還有我們冷凍的料理雞胸肉 跟我們的花椰菜泥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用的所有食材啦 第一個步驟就是要把我們今天的蔬菜 都先備好料 首先我們先把這個甜椒 切成小塊 讓我們可以放在炒飯裡面 炒飯的配料 切成約是一口可以咬下的大小即可 太大塊會比較難咀嚼 而建議每一種配料的大小都要一致 才會讓受熱更均勻喔 準備一指平底鍋或是不粘鍋 用中火熱鍋以後 先加入一湯匙的橄欖油 待油加熱後 將花椰菜米入鍋拌炒 拌炒至些許出水 就可以開始準備加入我們的調味料 接著加入調味用的TACO粉拌炒 依自己喜好加入適量的鹽與胡椒調味 接著加入甜椒與冷凍蔬菜 與炒飯一起拌炒 可以喜好加入些許的雞湯或蔬菜湯來提味 拌炒至湯汁受乾即可 最後加入雞胸肉 這次的料理使用的是已經煮熟的酥肥雞胸肉 在料理上不用擔心雞胸沒煮熟 更適合料理的新手喔 上菜囉 你看這個我們的雞胸肉花椰菜炒飯就完成囉 傳統這麼大一盤炒飯是不是負擔很大啊 你知道裡頭所有都是新菜跟蛋白質的組合 那我們就開動吧 一個地方 一個來自豬肥雞胸肉 一個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